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Corespace操作1 首先我們看一下大綱 第一個就是Corespace的基本功能 第二個就是物件、場景 還有攝影機的建置 然後第三個是Coding 就是編碼 然後第四個就是資料的來源 首先我們看一下Corespace的基本功能 那我們有這個步驟 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要註册為會員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電腦上 或者是APP上製作VR 然後製作完成了之後呢 可以透過VR的裝置呢 來看一下自己的成果 那同學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說在右上角的時候呢 你可以註冊 我們Corespace呢 一般提供兩個帳戶 一個就是一般的使用者 另外一個是教學的使用 再者它會分為學生的 還有老師不同的版本 那我們輸入代碼之後呢 可以選擇是那個iOS 還是Android系統來安裝 然後我們首先會看到一個畫廊 裡面呢有其他的人他的作品 那你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模板 把它改善就可以了 或者是重新做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Corespace的基本功能 我們看一下這個物件 場景還有攝影機的建置 那我們首先呢來看一下Corespace 它分為兩版的影片 第三個我們看一下Coding 其實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編碼的部分 來體驗你的腳本 那我們這個程式嘛 其實它是一個教材編輯系統 然後就是同學不用寫程式 然後他用視覺的程式的方式 他就把程式的功能呢 一個一個切割 那綠色呢就是觸發 所謂觸發就是你點選到他 他才會有動作 那藍色呢就是動作 所以你一定要綠色跟藍色 就是你先設定是要點選哪一個人物 然後他就會有動作 那動作的話用藍色來表示 比如說我們設計了一個範本 就是你觸發了那個火箭 那你要叫他如何要附上綠色 綠色就是觸發 藍色的話就是動作 然後你要加上往上飛 然後飛多少公尺 飛幾秒 這樣的話之後影片 我們點選到這個火箭 它就會往上飛 然後飛多高 然後多少秒 所以你播放影片之後 就是先讓影片先播放 然後你點這個物件 然後比如說火箭 然後他就會往上衝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程式碼 就是說他播放影片之後 他首先就要點選那個物品 然後就是他就會依照你的動作 就是你先設定就是說什麼物品 就等於說什麼主詞 然後要加上什麼動作 那人物也是一樣的 我們先要選對人物 然後人物點選了之後 人物他就會講出這個台詞動作 所以我們最後就要注意的就是一個編排秩序 就是你要先用腳本 誰先說話 做什麼動作 然後再換誰說話 那還有這個時間的次序都要安排好 那一遍這個對話的效果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最後我們看一下資料的來源 最後我們看一下資料的來源 謝謝 謝謝